大家好 保鲜猪肉时 直接放冰箱里就错了 肉店老板教我一招 放一年都不会坏 马上就要过年了 大部分的家庭都会选择自己杀猪 或者是提前储备一点猪肉 过了年肉多吃不完 所以都会保存起来 在保存猪肉的时候 大部分人都会像我这样 直接拿一个保鲜袋把猪肉放进去 随便拧几下 就直接放进冰箱里保存了 像这样放的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让猪肉流失水分 而且那个猪肉上面还会结大量的冰霜 这样再拿出来做菜 做出来的猪肉又柴又腥 并且还会带有一股冰香味 一点点好吃 其实冷冻猪肉也是有技巧的 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第一个 需要保存的猪肉是不能清洗的 因为这个肉将有生水的话 会滋生细菌 特别容易变质 第二个保存的方法 保存的时候不要大块保存 一定要换成这种小块保存 这样在食用的时候也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能延长肉的保质期 因为要是大块来保存的话 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化冻 如果家里面人特别少 一次吃不完 吃不完的猪肉又得重新拿回冰箱里冷凍起来 如果冰箱里冷凍一大块猪肉 冻老化化化了再冻 反复这样操作就特别容易滋生细菌 流失水分 不仅不易保存 还不好吃 所以在保存猪肉的时候一定要分快保存 第三个 我们不能把肉直接放进冰箱里保存 如果直接放进去 特别容易串位 粘粘细菌 迅速变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倒入适量的高度白酒 然后找一把干净的刷子 把白酒均匀地涂在猪肉上面 把猪肉的表面一定要全部涂抹到 边边这边的地方也要涂上 这样可以给猪肉表面进行一个杀菌消毒 也可以防止猪肉滋生细菌 延长保质期 把需要保存的猪肉每一块都需要涂上 这个猪肉皮也不要忘了全部都要涂上 再这么一个小碗 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也用干净的刷子沾上适量的食用油 给猪肉表面涂上一层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猪肉中的水分 防止猪肉水分流失 我们把每一块猪肉都抹上一层生油油 然后再用保鲜膜把猪肉给它包起来 包的时候尽量排出里面的空气 这样可以延长猪肉的保鲜时间 用保鲜膜把猪肉一块块的包裹好 用锡纸把猪肉再包一层锡纸 可以起到一个防潮的作用 这样猪肉里面的水分不会流失 外面的潮气也进不去 可以大小小增加猪肉的保鲜时间 这样猪肉处在一个真空的状态 可以与空气隔绝 延长保存时间 用锡纸把它包裹盐实 然后准备一个塑料袋或者保鲜袋 把包好的肉一块一块的放进去 像这样烘磕以后 放在冰箱里面 吃一块拿出一块 非常简单方便 像这样放一年猪肉 吃起来都是非常的新鲜 你学会了吗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打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